大家好 欢迎收听卧草喵政治 我是卧草的总编萌萌 我是卧草的范 卧草喵政治 每周帮大家喵一下台湾重要政治议题 也记得帮我们订阅YouTube频道 按下小铃铛 还有Sounddown Spotify Apple Podcast Google Podcast KKBOX First Story 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哟 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 记得在Apple Podcast帮我们留言 我们这个礼拜有收到蛮多留言的 我们最后会回应一下 跟大家分享 没错没错 你知道我有一天中午 就是正在用电脑的时候 就突然从我们办公室门外 探头进来了一位短发的女性 然后她就说 她就问了一个名字 但我不知道她在找谁 她就说有约要找人 然后我就心想说 她是谁 可是我就觉得她有一个气场 我觉得好像是很厉害的人 对然后她又就是 怎么来收房租的吗 不是 房东是不是 对好紧张 没有没有 我就后来就是 我就是先请她到办公室 就是等你们 然后后来你们就陆续就进来了 然后我就因为我们 我们的那个会议室旁边就是一些 就是可以洗碗什么的 然后我就经过就听到你们 就是好热络 我就不常说到底在聊什么 你知道吗 然后后来我才听 才就是你们他们走之后就 就会问哎我为什么我们会议室桌上多了好多书 对 然后我就仔细一看 然后那个书名叫做 台湾之春 哦 我就心想说 嗯这是什么 然后刚发生什么事 然后 偷拿起来翻译盘 我不敢啦 那是圣经你知道吗 他在发光就一整叠在那边 然后 好几十分 对然后后来我就讲 啊然后你们才讲说 哦他是就是台湾之春的作者 胡惠玲 老师吗 你们是怎么称呼他 惠玲姐 哦你们叫惠玲姐 嗯 讲一下为什么会就是 突然惠玲姐来来落草玩这样子 因为其实 哎我不知道大家可能读 那个听众们认不认识胡惠玲 那其实他 就刚才他这次会来 但是因为他写这本书 想要有些新的 我们彼此 我们知道焦点团体一样 就是彼此互动分享 聊到一些对这些书的经验 那有一些我们也想问 当时他写这本书的时候 的一些想法心得 那其实他的 经历也蛮有趣的 他在 哎就是 这些台湾的民族运动中 1970末 1980甚至1990 其实 呃 惠玲姐都有参与到 你说他本人就是在历史中吗 对 这样把他讲得很 年轻很大 好像也也没有啦 你可以看我们握草的过的照片 对看起来人很一样 很年轻 对那所以说他等于是把自身在经历那些 呃台湾民族发展的阶段的一些事迹 写下 而且其实他的 任何范后来有翻过 他写的那个文笔其实很好 就你不会觉得是那种硬邦邦 就是那种大铺头 啊读起来有痛苦的书 对 他其实读得很容易就 就一不小心就一直读一直读 对很有小说记事感 对不知不觉就 吸收了这些台 你应该知道的台湾历史 对所以我们就等于是因为刚好 有认识的前辈有认识 然后就找来大家彼此聊聊 对这本书还有当时历史的一些想像 然后 霍玲姐也想想想也想问我们就是 呃年轻人 分别像 哈哈哈哈哈 我们年轻人到底是怎么看 现在的台湾啊 或是对于台湾再过去你一段历史的 想像是什么 我们先讲一下 台湾之春这本书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书好了 就是先假定大家都不知道 就像我一样这样 ㄟ刚好 你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体验 对一个相比 你说你打开了这本书之后 你看到了什么 我就 我 我本来想说台湾之春 那很明显 就书名就是一直在讲 感觉是台湾的启蒙 没有没有没有 我还是有点sense的好不好 就是春不是通常都是启蒙吗 the beginning 对对对 它的开始 然后其实这边就是在讲 就是我们的 呃民主历程 嗯 这样讲好混哦 但是就是 后来我才知道 原来它是 其实算是一个三个 三本书的一个系列 的第三集 第三集 对 然后是着重在就是 1970年后 那个 的台湾 是蒋 蒋中 蒋介石 我们要怎么讲才会比较 蒋中正蒋介石 没关系 都可以 你也想老蒋 蒋中正蒋介石 老蒋 老蒋他 架崩之后 架崩 这个词好像也是很皇帝 所谓架崩 对 1970年代 然后之后发生了一连串的事情 然后包含我们熟悉的 美丽岛事件啊 林英雄 面门邪案啊 然后等等 其实对我来讲是 这些事情对我来讲是像 像新闻一般散落在 我生活中的存在 就是你听过 但是 他就是很 他就像是广告纸一样 就是这样飞过你面前 广告纸 我想 我在想 那个画面 他是一个 在你一个点 那那个点 其实就是生命中 或是生命经验中 可有可无的一个点 然后我知道这件事情 但我从来没有被 变成一本书 就是这么多广告纸 从来没有被串成一本书 的出现在我人生中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你一定都听过这些故事 然后你也会觉得很悲壮 然后或是怎么样 然后但是却没有人 是非常有脉络的 按照时间走的 把这些 新闻或是这些 台湾的事件去连接起来 然后当然 我自己是还没有完全看完 可是我觉得 因为你在串这些 所谓大事件中 其实中间还有发生很多事情 然后我觉得 他有点像是 我感觉有点像是 把我破碎的 记忆去填补了一些东西 因为我们其实在 开录之前有在聊 就是因为我跟某某 有一点点年龄差距 所以我们两个读的台湾史 是不一样的 是吗 有一点不一样吧 应该说我 我在念书的时候 我在念国中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 应该已经有一本 叫认识台湾的台湾史 但是一样 他只有一学期 然后他当然有讲一些 针对台湾去讲一些台湾史 但是其实内容很简单 很单薄 然后而且甚至上完台湾史之后 你可能隔一年就要上中国史 但那些有些东西 其实是会有一些矛盾在的 比如说有时候会讲 有时候的描述 这个台湾会是这个什么台湾神啊 强调台湾是一个大中华民国一部分 但是有时候就上一上 又会上到 中华人民共和国 然后他有他的国土 他有什么 会觉得好像有点搭不起来 所以通常 而且但是那时候 自己都有些小聪明 就说 这个东西前后一点不一致 所以我得到一个结论 这题考试不会考 所以不用认真念 因为有争议嘛 所以自己不会考 我就放心了 可以随便跳过去 对 所以那个时候简单有点学到 但那个课程本身 也是有点矛盾 但后来范 那你都要读到课本 我跟妳讲 我对台湾史的记忆就是两页 两页怎么这样子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 这样别人听起来 会以为你比我老 哪有 然后说你怎么读到 你说你的很厚吗 我们两页 我还有一本 只是内容没有很丰富而已 我们还是 应该是还是有一个学期之类的 但是我记得他们在讲 如果我们在讲台湾之春 这个时代发生的事情的话 我记忆就是两页而已 就是可能照片就一半这样子 所以具体来说文字应该只有一页 OK 就是反正就是 什么解研前 很多人在民主运动 对对对 什么展开一连串的冒险 我讲一个印象最深刻 因为我必须对不起 我以前的历史老师 就是我不是很会 就是我觉得上历史课 我觉得很棒 就是听老师讲故事 觉得很精彩 可是每次要考试的时候 我就很惨 因为你知道 就是会考那种 十大建设中 哪一个建设 不是十大建设 OK 之一这样子 OK 然后我那时候 对十大建设的认识 就是刻板印象 就是说 哦这个十大建设 非常的 对台湾非常的 什么就是赞 就是棒 对 就是有贡献啊 然后什么建立台湾基础的 交通啊 就是我们的根基 都是从十大建设来的 然后就他很棒 嗯 那个时候 可是在这本书中 他有提到 其实当时 就是讲 讲经国 推动 十大建设的时候 他并没有再走一个 比较 所谓我们现在认知上 正常的程序 对其实不管是 政策的宣布啊 或是他的财经考量 甚至其实政策一开始的规划 其实也就是有些问题 其实大家回去 如果真的对十大建设 还有影响 回去你去看其中几个建设 其实现在根本就是 哈 爬登那是什么 而且其实 有一些所谓的建设呢 也已经是早就有了 然后只是就是 重新包装说 哎你看 哦这是我的十大建设 对对对对 而且其实我觉得 这个东西一样 就是放到考试 放到考试题目里面 还有放到历史课本里面 去背诵 就是要制造那种 就是权威感 哦 然后你觉得很棒 不然你想想看 要是现在课本考试 考说 哎蔡政府推动了 什么前瞻技术 前瞻打起箱 不是被骂爆吗 对对对 你觉得这个难看吗 对不对 对啊 所以其实这个也会反映到 我们整个历史教育的一些 转变 嗯 还有就是 那时候过去有埋下 很多这种威权种子的 只是我就会觉得说 当时就是 可能你读历史局 现在那个 所谓 政府编译的那个教材上 然后我就会觉得说 这本书 其实这本书 也不算是很晚推出的 不是说它今年才 对啊 才写出来 最早的版本是在2013年左右 哦 2013年就推出了 那可时候我高中 吗 我怎么知道 问你 好反正 你不要透露你的年龄 我忘了 反正 你在国小而已 可是我觉得它就是 很适合作为一个 延伸阅读 课外阅读 就说我们 当然课本篇幅有限 老师上课时间有限 对 但是如果它能够作为 就是一个辅助的教材 然后可能帮助大家更了解 台湾史 就是课本缺失的脉络的话 其实是蛮不错的 其实那个时候 呃 就是 那个惠玲姐 做作者啦 来到我们办公室 我们有聊到一件事情 他有提到的就是说 为什么当初会写这本书 嗯 他说有两个 呃 当时有个基金会啦 要请他写一些关于台湾历史的故事 他说当时开始写的氛围 有点那种就是 呃 因为当时前面的背景是 国民党有重返执政嘛 2008年 那那个时候 对于一些对台湾主题性 比较有 像希望台湾能够成为一个独立自主国家的 这些 不然就是参加过很多民族运动的人 他们可能会对这种未来有点绝望 就觉得说 是不是 呃 可能就要被中国统一啊等等的 所以他们有点那种前提是有点像 我们必须要留下 对于台湾自己主题的历史论述 嗯 就是 百年之后 至少有人看过我们在这块土地下 努力的痕迹 嗯 然后就留下这个 可是我觉得这很 这很重要耶 对 所以 所以当时在那种气氛下 开始写 所以他说当时写的时候 那个 为什么有种遗书感啊 其实我觉得这种有很像 这种感觉就是 我们必须要留下一个文字 让我们 后人 就算事过境迹 至少你拿到这本书 你看到曾经有这些人 努力过这样子 好 所以还有两个前提 一个 他说那个时候 那个慧玲姐说 啊那个时候 这个有人找他写啊 所以两个前提 一个是说希望能够 尽可能事实 因为 因为 你在书写过程中 一定都会有 选择性的挑选 因为你的 个人的视角不可能全知嘛 对 所以要尽可能的符合事实 他说 OK 这点他 当然有办法做到 啊 第二个期待就是说 希望能够让高中生读得懂 嗯 对 希望能够让 就是因为像一般人 一般就是 这个学生们 应该读的时候 也可以马上读得起来 又不要就是很硬啊 那 慧玲姐那时候是说 他觉得 尽可能的天气是 他一定做得到 对 但是说 有没有办法让高中生念 他实在没有把握 但我觉得 我觉得可以 可以 现在学生都很聪明 对 拜托哈利波罗你都看得懂 这个你应该看得懂 等一下 对啊 哈利波罗架空的历史观 这么复杂的世界都听得懂 那什么魔法都会背了 对啊 属于台湾的历史怎么可以 去去武器走 对 怎么可以 记不起来 所以 我们那时候在讨论过程中 我觉得也很棒 就是跟 范那时候新的也很像 就是 他等于是 他等于是有脉络性的 把一些民族事件 就是重要的 民族发展的一些事件 有脉络的串起来 而且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 尤其他这本 这本是就是 刚刚前面有提到嘛 他是一个 关于台湾历史书学的第三集 对 前面还有两集 所以他其实这篇里面 很多写到的人物 是 现代人物 就是他们现在根本都还活着 对 那我们以前可能读课本 读到一些运动的时候 然后大家可能 这个啊这个是历史吧 死人骨头 就是 美丽老事变 可能跟卢沟桥事变 他们觉得是一样的事情 你知道 就是因为课本写在纸上 把那个时间都压缩在一起了 所以 七七事变跟六四事件是一样的 对 就是他们可能没有 我自己 我自己在看书的时候 常常被打断 你知道被打断原因是什么吗 因为你就会看到一些 你熟悉的名字 然后 你看到这个名字之后 你就会想要去Google 他们现在过得怎么样 你知道 诶 这可是不是现在好像还活着吗 对 那他现在怎么样 然后你就可以查到一些 就是说什么 大媒体帮他们在做一些专访 就是说可能在2020年 他们去回顾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互动 嗯哼 就是你 你可能在历史 就是你知道 感觉就是你看到贝多芬 然后你现在还 诶 贝多芬还活着诶 他处哪 对对对 就是你如果有什么问题 你甚至是还有机会跟这个所谓的活历史 活化石 去 好 你自己拿捏这个用字 去对话 我会想比较正面说 叫做真人图书馆 真人图书馆 对对对 蒙蒙比较会用字 我就一直得罪人 所以跟我觉得东西很重要就是 其实很多台湾人应该知道的历史 或是甚至他们的这个 就是所谓的真人图书馆 他命就还在 然后命就很重要 但是这样的内容却没有被 传下去没有被 就比如说看到很多的片段说 你现在才连起来说啊 哦原来这个是这个 第一个说有可能原来有这件事情 或是原来这件事情有这样的脉络 然后原来这个事情有这样的人 然后这个人原来还在 然后会觉得 我怎么现在才知道这个事情 会有种那种就是 我觉得那种我自己的心情啦是有种 有一种 兴奋但是又有种难过的感觉 兴奋之后我现在知道这件事情 我很觉得哎我想想去跟别人分享 就是台湾有 这么重要的事情发生 但难过就是说 靠我现在才知道 我觉得我们今天就是 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几个 在这本书中 我们印象比较深刻的小故事跟片段 当然里面有更多精彩的内容 对 也是希望业配一下 可是我觉得 就我没收业配啊 我们也没有收业配钱 我们是真心推荐 而且这个书 我想他当初写不是会赚钱啊 对对 为历史留下记录 越多人知道他就是越好 对 第一个最有印象的一个片段 因为这 这一个故事是 一开始这本书的开场 对吧 然后他就是在讲那个 就是 赐奖事件 哦赐奖事件 就是 那个 老奖 赐吗 你想一下 不是老奖啦 对小奖 小奖 赐小奖 对 那我是觉得 蛮特别的 因为 通常我们想刺客 就是会有一些 电影的画面吧 就是什么 什么狙击枪啊 然后黑色的 服装啊 然后 短小金干啊 然后从那个什么大楼顶楼 然后秒整 这样 咻咻咻的那种 呃 暗杀 对对对 但是我们今天要讲 我们讲那个1970年的赐奖案 是两位 学生 就是 对 有点像你身边同学一样的人 对研究生 在美国 对 他们是台湾的留学生 然后他们就拿一把枪 就冲去现场 就手枪啦 对 对啊 不是那种很厉害什么机关枪没有 拿手枪 对 那个时候的脉络应该是 那个时候是呃 蒋经国 在当 行政院副院长 然后那个时候的总统叫做 蒋从政就是他爸 OK 好 那 黄文雄那个 那个 OK 去 先讲一下主角 对主角 我们故事主人 就是黄文雄跟 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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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裁 制裁 对 对 那 他们其实那时候在美国念书 那当然因为去到了美国 他们其实就会得到很多自由的 就是更开放的资讯 就会发现 台湾怎么是这样 台湾是原来是被国民党压迫 然后是一个非常独裁的统治 就是一方 然后希望改变 那 有什么办法呢 那那个时候 那个 黄文雄为什么会决定说 他要去做这个 去刺杀 蒋经国 那时候行政院副院长 然后干嘛去刺杀一个行政院副院长 他其实脉络是这样子的 因为 蒋中正那个时候已经 连任 就再连任了好几次好几次 所谓的这个中华民国总统 在台湾那个时候 当了好几届 就当了几十年了 那很明显的 他又要继续栽培蒋经国 当下一任的蒋总统 那个叫什么 迪章子 他的太子 对对对对对 就是培养他 那那个时候已经升到行政院副院长了嘛 然后 当然我们就历史流论 确实后来是变蒋经国去 去接班当这个 新一个蒋总统 所以 他的想法是说 我虽然 我如果能够刺杀 蒋经国 我虽然没有办法 立刻中断 蒋中正的政权 但是为了蒋家政权 为了要接班 一定会造成 很大的纷乱 那这个时候 台湾内部的一些 不同的民主运动 然后不同的系统 就有机会能够 take over 能够让掌权 能够让台湾人 自己的这个民主运动 更有效地去控制 这个推翻中华民国 当时的独裁统治的政府 所以那个时候才是 黄文雄才会决定说 好 我要去刺杀这个 蒋经国 你想想看一个文人 就是读书人 投笔从容 对这个需要多大的那种 壮志 而且你刚刚说那个话 你可能想象就是那种杀手 然后远出大楼里面 拿着一个具体箱 然后这个射完 然后就什么 这个目标结束 然后就躲到枪头 拆解 然后躲到枪 然后走掉 他没有 他是在因为蒋经国 要去一个饭店 一个的一个饭店 然后 知道会去哪里 所以黄文雄典 是拿着手枪 就在那边埋伏 然后到了时候就直接拿手枪 去近距离 要去射击他 所以 这样的场合意思是什么 不管你有尘无尘 没有尘 你就是会被抓 你就是会被抓 对 所以这种东西就是 我不管 就我不是让那个什么杀手拘手 我可以这个社后不理 我就没事 没有 他就是我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去 因为他可能你现场就被 那个啊 被干掉 就被 随护或是警察 也给枪杀 所以 那个时候他是抱着必死的决心的 而且里面其中有一个桥段 就是 我觉得大家应该 可能现在都有点影响 就是他被警卫随乎压制在地上的时候 嗯 他又喊了一句 Let me stand up like a Taiwanese 对 Let me stand up like a Taiwanese 就是 让我像台湾人一样站起来 让我作为一个台湾人站起来 对 没错 对 那 那个时候原本有一个就是要乡接风 或是在旁边 这个 接风 不是接风 这个那是他的他的亲家 姐夫还是妹 对 叫做郑志才 然后那个样子就是他被抓到 他也就冲出来 就是要救 其实你可以想想那个画面就是 那个其实也没什么好救了 对啊 就被抓到没什么好救 那为什么要出来 那明明就是这个就是 你就你看就跑了嘛 就散了 没有就是 没有我就跟他一起 嗯 我们就另外一个这个 尖叫郑志才 我就跟他一起的 我们就出来 就是一起被 被抓 被抓中 所以那个时候等于是 1970年哦 那个时候你看 在台湾 还是那个就是很很封闭在戒严的时代 但是其实台湾人已经在 美国 因为那个 当然相对开放 在用不同的方法试图去挑战 在台湾独裁的中华民国讲政权 所以那个是一个非常 这个是这个书 一开始想要带给大家 那个时候描述当时的气氛是 有台湾人在海外对蒋政权开的第一枪 我觉得慧玲姐的文字啊 就是文字没有办法 像我们两个这样子 一搭一唱呈现出来 就是大家一定要去 去读他看他怎么描写的 那个当时那个场景 就栩栩如胜 对 对 而且那个时候的那个枪 还有一个效果就是说 因为 因为新闻封闭嘛 对 当时就会老美就说 诶啊你们讲政府 不是都说你们台湾人都是 都过得很好吗 那为什么你来美国的时候 既然有台湾人留学生要来 枪杀你 怎么了 美国一开始有点 你不是说你们都很怎样 所以在美国也会造成舆论的影响 嗯 就是说诶好像不是 不是你讲的那样 不是什么都大家都过得很好 你在你国内的压迫 可能还是会让别人愿意 让一个文人 让一个读到博士生 让一个就是 好像前途事情的人 愿意牺牲他自己的前途 去枪击你的接班人 嗯 对 所以这是一个 当时的一个时代氛围 总之他后来 这两位就是被抓了嘛 对 可是因为他们 做的这件事情 也引起很多台湾人的响应 然后后续就是有 非常多留学生啊 都就是集资募资 要把他们 想要把他们保释出来 对 但是最后两个人 其实是气宝 对 就是流往海外 流往海外 那个是有另外一个故事 因为气宝的钱 就拿不回来 那个保释金 但是又是另外一个故事 但我自己觉得 很特别的地方是 这两个人现在 在台湾 都还在 对 他们回来了 对 然后我觉得大家就是 我为什么说 这本书一直被打断 就是因为我就看完讲说 这两个人 也太 就是 对 就是太有贡献了吧 那他们现在还好吗 然后我就去Google 他们现在在哪里 对不对 他们现在在哪里 然后其实 连到2020年 都还有一些 专访 陆陆续续去 去访问他们 当时做的事情 以及他们现在的 的近况是怎么样 黄文雄的话 其实在现在人称 Peter Hwang 大家会叫Peter Hwang 他也当过 有一个NGO 也蛮有名的 如果关心我们 沃草报导的读者 应该要知道 叫跆拳会 他也当过 这个跆拳会的会长 对 那郑志才 其实现在还有当一个 也算是倡议 台湾独立 台湾建国的一个 党的一个 当主席 所以其实 他们现在都还蛮活跃 而且还有在 对台湾的一些 不管是民主运动啊 一些广义对于 台湾主权立场 捍卫的一些运动 都还是有在继续在做 所以 50年 1970到现在50年 半个世纪 没有停 没有停 对对对 他真的很厉害 对 我只是很 就是你知道 就是觉得 啊天哪 我现在才听到这个故事 对 你能不能感伤 对 就很感伤 可是又觉得很 epic 哦 epic 史诗 中文是史诗啊 史诗 OK 这个故事很史诗 对很史诗 但是你会觉得 诶 这不是在很久以前发生的 这些人都还在 只是他会给你一个很 蛮震撼的的的的的感觉 第二个让你震撼的故事呢 这 这个要说震撼 我觉得还不如说有点八卦 哦 来来来 因为我在我 人生记忆中 就是比较有一些 政治色彩进入 生活中的是那个 市民的红山军 哦 都是在 大概20607年左右的时候 开始 要把那个 就是等于是 陈水扁吗 陈水扁 就是陈水扁末期 这个执政末期的时候 有一些抗议事件 红山军是最主要的一个 我那时候印象很深刻 是因为就是 真的身边所有的大人 就是对这件事情 就很热络 然后也有长辈会去游行 什么的 然后穿红衣服 然后你可能被莫名其妙 拉去 然后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就被抬上街了 小时候 OK 应该也没有很小 好小时候 很小啊 对 那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怕大家对红山军没有记忆 那那个时候 主要的主揪 就是 施明德 施明德 所以就是犯对 这个 对然后 我就会问我妈说 施明德是谁 那时候谁知道吗 对不对 我知道啊 我不知道 然后就是我妈就说 他就是一个政治人物 然后他还逃难 就是说什么 就是算是也是逃难过 然后还整过行 什么时候 各种各种 然后我就 反正 反正你在读这本书 你就是会看到一些 你小时候读过的名字 然后你可能说 哦原来他在历史中 是站这个位置啊 就是 然后填空的感觉 这个要潜入哪个政治人物 A是谁 B是谁 然后原来这边要填施明德 填进去之后 他 反正他里面就是聊到说 因为施明 施明德他 他在台湾那个时候 也是做了很多 算是很多抗争吗 对对对 1907年代开始 然后他自己也是陷入了一些危机 就是会被抓走 管死被管 对可能会被抓走 那可能如果这个一个不小心 可能就被 砰砰 可能就被枪决 等等的 或是疾刑 各种疾刑 嗯 然后 然后在这个故事中 他就提到有一段就是 他为了怕自己被 欸他算是怕自己被杀吗 还是被抓 我们不知道主观的想法 我们不知道主观的想法 总之他就是跟一位来自外国 国外的一个女士 就爱琳达女士 就是进行了一个政治的婚姻 不能说联姻 因为联姻好像就是 两家 一个美国人 但是他是一个政治目的的 一个婚姻 一个美国人叫爱琳达 我觉得好潮哦 就是想到用这种方式来 就是必 我好像 某某你解释一下 为什么他必须要 就是进行这段政治婚姻 因为一般讲政治婚姻 好像就是什么两个家族 对 可是是联姻啊 所以我 我不是说联姻啊 两边什么和亲的感觉 听起来很像 不是不是 是婚姻而已 就是他有点政治目的 目的 但那个政治目的 有点比较像政治救援 这个听起来也很怪 救援的婚姻 对 有点那种感觉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是民德 那时候搞很多运动嘛 很多官司在身上嘛 那国民党政府 随时有可能把他抓走 那甚至就刚刚讲说 枪决啊 武器徒刑 可能都很有可能 那但是呢 如果这个 如果他跟一个美国人结婚 他成为美国人的女婿 哎 啊讲政府 就没有办法 就不要投鼠忌气啦 你可以 你敢把一个美国人的先生 美国人的女婿给 枪决啊 这时候美国人真的很大 哎对对 因为讲政府在威权事业 非常多的资源都要依赖 嗯 美国 或是美国的一个外交上的认同啊 在国际上的资源啊 在物资上 军事上的资源 都很需要美国 怎么觉得现在好像也是 也是也是有这样子 也是蛮需要 所以我不能够随便得罪 这个 美国人 会造成美国舆论影响的事情 对好 所以 当时爱琳达 她那时候好像是来台湾 做人类学研究还是 所以也带了一段时间了 所以她开始对台湾的民族运动 很有兴趣 然后她就知道 世明德有这样的 讲需求很奇怪 呃 总之就搭上线 就觉得说好 那她愿意 她们决定 结婚 然后这样的话 第一个 其实爱琳达希望能够长期留在台湾 因为她对台湾现在的 各种民族运动 她很想参与 嗯 那当时我记得她还会有奖学金在台湾 但是又被刁难 对 可能会被赶走 之类的 所以刚好她如果结婚了 她就是一个台湾人 或是中华民国人的 太太 那她当然就可以留在台湾 那世明德呢 就可以因为 她是一个美国人的先生 是美国人的女婿 国民党政府就比较没有那么感动她 对 所以这就是政治联营 在一个 我讲一个 政治目的的结婚 我讲一个通俗的讲法 这是算假结婚吗 我不知道 你问他们 诶 真的可以问 不要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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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对 因为前阵子刚好我们记者很有趣去参加了一个活动 因为艾琳达 前两天 对艾琳达她还在台湾哦 对她后来都留 几乎都留在台湾了 对 那她那时候就是她 她在活动上就是有带了她当年跟那个 失明的结婚 穿的那件婚纱 婚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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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洋装 我还想要讲一个这本书的亮点 我自己很喜欢 就是 她有非常非常多的历史照片可以看 对 因为那个她写的这段时间 是已经有照相机的时候 黑白的 对 但 但你知道因为你读那些历史 历史的书 比如说什么日本史啊 埃及史啊 然后可能就也没什么照片可以看 但这本书很精彩的地方 就是她有非常非常丰富的照片 那 那个时候 呃 诶 诶我们可以去我们的网站上看那个 艾琳达有跟她的婚纱 拍照的照片 因为我们前两天的活动 在那个人权园区有一个活动 就是 她其实在讲就是 当年 在台湾在民主奋斗的过程中 有很多海外 海外的 不同国家的人来对台湾的民主运动做支援 那艾琳达是其实中一个 所以那个展示品啊 那个博物馆的展示品有一个 叫什么展示 就讲好像奇怪 好反正就是有一个展品 就是艾琳达当时跟这个市民的结婚的婚纱 我们还就是看到那婚纱 然后我们要去把那个书翻出来 因为她当时跟市民的结婚的时候 哇那个雷震还是主婚 主婚的另外一个民主运动前面叫雷震 到底是不是同一件是不是拿来 就是 雷震的这个重制版 就имо�他都队了那个 黑白照片 队超久 跟那个现场? 在博物馆展出的那个 昏纱 比这个 这个应该看起来是 他在照片里面 有加了一件小外套 好啦 对 换细节 大家可以自己看书 可是你不觉得很有趣吗 就是 你在那种 书上 然后看到黑白照 然后今天你就看到了 就是故事 历史故事中真人 然后过了 过了几十年 然后样貌也有一些改变 什么意思 然后 然后带着那一套 好像从来没有在 就是时间中改变的衣服 然后来到现在 然后时空也都不一样了 就是这个是一件很 很poetic的事 时间改变了 然后 你也看到人会随着时间 而变化可能也老了 但是那个衣服 没有变 那衣服就是历史 那衣服就是历史 他就是用那个 就是那个瞬间存在的 一起留到了现在 就是见证了 这五十年来的台湾 那些衣服见证了 这几十年来 台湾人为民主奋斗的 这个过程 真的 诶我跟你讲 那算了 我想说我要讲一些垃圾的东西 因为我只是想要说 你讲 如果 如果讲的不好 我们后置把它剪掉 哈哈哈 我只是在想说 因为最近那个戴安娜的 纪录片蛮红 那我一直说 他的fashion就是影响 影响 影响世人蛮多的 我想说为什么台湾人当时就是 就是说 对这个民主 如此有贡献他们那个服饰 没有对我们台湾的时尚设计 有一些 我知道没有 说不定一样被打压 因为这可以提到 其实书中有提到一个桥段 我觉得也很有趣 其实现在大家 甚至都已经没有感觉 我不知道像范妮 国高中的时候有发劲吗 没有啊 头发 你讲的好自然 没有 真的没有啊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啊 我 这样讲 会透露我们的 我们有管袜子 不能穿长袜 不能穿短袜 但我觉得是很瞎 对对也很奇怪 我不管鞋子的颜色 要穿白鞋是吗 对 是不是也有类似的规定 反正就是这些管鞋 总之你可以想到 好像可能在我我念中学的时候 还有就是规定头发啊什么 要要要剃到什么程度啊 然后一样你的鞋子啊 颜色什么之类的 我有被那种就是 那种什么申辅助 让教官抓去那种大礼堂 每个人在那边剃头发过 对 那也没有很长 就是懒得去剪就 啊 就太长被剃 好 那个是在 已经是解研之后了 ok 对 那你可以在 更早以前1980 1980年代1970年生更早 在路上 你在路走在路上 男生头发太长 你会被抓去警察局里面剃头发 哦 对 那女生如果穿得太 太怕 或是他觉得你漏太多的话 一样会 被抓去什么 这个这个 换衣服 对 我不知道他抓去 反正就是会被 会被这个带走 会去支持你这样子 所以你说 这个名 这个威权压迫 对台湾的这个 fashion design啊 对这个市场 有没有影响 当然有影响啊 不然你以为华国美学怎么来的 就会有很多很丑的东西 让你没有办法有想象力 然后 局限说不行 男生就应该长怎样 啊女生就应该长怎样 太奇怪了 这标情力抓起来 对 所以 这个其实 也是民族化过程 对 其实好 我们生活中 有很多事情都被那个时代影响很深 只是你没有观察到而已 对啊 嗯 真的是 好 我们好像扯远了 呵呵 这样子 总之就是 因为这两 哦 我后来就是也是去google 爱琳达的 采访什么的 然后就 好像也有人访问他当时跟世明德结婚的心情 之类的 哈哈哈 还蛮精彩 大家这个八卦我就不讲了 大家可以去google一下 八卦我就不讲了 google什么安琳达 控格世明德控格结婚的心情 哈哈哈 对 他现在跟猫住 他觉得可能比较快乐吧 哈哈哈 我就多说了 对 另外我记得范他有提到 他有 他有对 那个书中有一个桥段 嗯 印象特别深 很深刻 想要念给大家听 我觉得这个好 重要要念的 因为我们讲的 没办法透露出他的文字 我们讲的就会不正经 对 对 呃 我觉得在讲之前先讲一下 呃 台湾政论 这一本杂志 好 你可以不可以帮我们解释一下 就是 好 我先讲 因为 呃 我知道那个时期 其实是 台湾很多 精英嘛 文人 就是要发表他的思想 所以创立了很多杂志 对 可是我必须要说 对我来讲 我比较有印象 只有那个美丽岛 呃 事件的那一个 那个杂志 对 然后我并不知道 哦原来在书中有提到 有非常非常多 小众的杂志 也陆陆续续的 就是如鱼或春神般的出现 嗯 然后也是 甚至是他们还是具有影响力 完全不会输 就是因为正南容事情 是让大家觉得 对 而且要更接近现代 对对对 可是其实他在更早的时候 就是有非常非常多的 杂志啊 大学生做的 就是也很有影响力 然后我们 现在要讲的这一段就是 呃一位 就是创 呃台湾政论副总编的故事 然后他就是因为创立这本杂志 然后大概也搞了蛮多事情 所以他还自称 他在前前后后啦 对 在创这个前 他创这个后 他 对很多事情 反正他就 一直被抓去管 对 然后他 他是自称大作老家吗 还是 是别人封他的 总之他确实有 撑得起这个外号的 这个背景 大作老家哦 这完全就是一个电影名称耶 我记得他应该是有 静静出租过四次 而且可能就是从1970年代 1980年代 可能90初期什么甚至还在 就是总共就是 他的累积的这个经验值 大概好像说在牢内有二十几年 好 对 总之我们现在知道台湾政论副总编的 这位先生大作老家黄华 好 知道角色知道 他的 就可以来念这一段了 好 这段 我要读一下 台湾政论副总编黄华 他出去买点心 迟迟未归 有人担忧了 打算出门寻找 一下楼 只见黄华 提着一袋 包子 呆呆地站在门口 原来黄华 坐牢的岁月 实在太长了 他像是日本童话的葡萄太郎归来一样 不知道如何使用对讲剂 不知道如何开门上楼 好 总之我这 我看完这段的时候 我是鸡皮疙瘩 因为你可以想象就是一个人 他就是 虽然我们现在就是用好笑的心 也不是好笑 就觉得说很 有趣 很荒谬 就是一个人从 从那个监狱里面这样 对 可是其实是一个很悲伤的事情 然后你就想象这个人 他好容易被放出来 然后他 他就是 只是去买个东西 就连一个最基本的对讲机 都不会用 因为他对于当代的科技 已经失联太久了 对 我觉得这个 又会想到就是说 因为其实我们在讲很多 政治犯啊 或是 政治受难者 那我们一般讲 政治受难者 会讲到影响 所以我们可能会去计算 比如说 他被关的年限 或是他受到什么样的心责嘛 对 但其实这就是 有点像是 他没有直接展现在 这个刑期上面 嗯 比如说啊 黄王 啊你说 他的 他的履历表 被关四次 总共二十几年 但是像这样的一个 就是故事啊 这种东西就是 你在 那个 比如说判决书上 看不到 对他的 被他被关 对他影响是什么 好 他失去了二十年的自由 还有什么 他就是这个 就是你可以想 那个画面就是 他一个人 然后可能 想说他很自然 走上街 对 买个东西啊 我去买东西就回来 就他居然 会在他一个 熟悉的土地上 然后 看到那对讲机 天啊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个事情要向谁逃 对 是去的青春 这个东西 对 我去青春就算 那OK 我现在我根本 我不知道这个 社会改变 发生什么事情 我向谁逃 那对 那比如说我失去 我失去跟人互动的机会 我失去跟这个社会一起 呃成长 一起这个 互动的机会 没办法跟别人逃 那那个 就是那种 怅然 的画面 其实 其实这个文字都很有感觉 就书中很多片段 都可以让人想到 那个画面 慧玲姐 她就是很善用一些 我觉得她会去 截取一些 在历史上的一些 片段跟情境 然后穿插在 就是篇章之中 然后更你 更能让你从情感上去 进入这个故事 就是 萌萌萌有问我说 这个读 读起来怎么样 我说这个读起来就是 不会 很重 所谓很重是 她还怀疑我 说什么叫不会很重 剧情明明就很重 但我的重是指说 她的文字 不会让你觉得 很紧 然后读起来 很吃力的那种重 但是 很轻的 对 但是她的情感 很重 很 很 很饱满 但是你却 你就读得下去 我觉得她是 就是 这应该算文风吗 就是那种 行云流水 然后情感流动在 历史之间 然后你又觉得 你读得下去 因为我真的是 也是看过 蛮多读不下去的 的文字 我相信 对啊 而且我觉得那种东西 就是高强 就是你就是 我也不想看啊 那你这样 其实就更可惜 因为这个写下来就是 历史是为了要让 让我们可以阅读 对 这个拉回来 我们做节目的目的 做节目 对 我们当时就是 做卧槽苗层次 第一季啦 我们现在要收尾了 对啊 一直要讲到收尾 就是希望就是 要拉下高强 然后用比较 就是 轻松的聊天的方式啊 跟大家 要聊时事什么 就良药苦口 我们要 良药可口 可口 对 像这个 好辛苦哦 已经要良药 又要可口 加点糖这样子 对身体不好 所以我们要想办法 让他读 所以这本书真的啊 就是良药可口 嗯 今天就是特别 把用这么长时间篇幅 来讲这本书 就是希望 虽然我们好像 没有要送书 对对对 没有没有没有 大家自己去买 没有送书 值得值得值得 对对对 可以去好好的拜读一下 对就是台湾之春 胡惠 作者是胡惠玲小姐 对 对真的可以来阅读 好 那 反正节目最后 我们也是上一拜有跟大家要要那个建议吗 因为我们第一季 给我们点feedback 对我们第一季可能没比在45集之前就会 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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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y goodbye 43 43 应该43 快快 不简单不简单 对 那就是也是我想问问大家建议 然后有收到蛮用心的听众 给我们feedback 我觉得蛮感动的 然后想要特别回应一下好了 来来来 请说 第一个是在apple podcast我们看到的留言 但这个留言就是 我觉得我可能需要更多的资讯 因为我觉得他的断句 就断得让我有点辛苦 有点想象力 对 你们可以去读读看 这位Steven 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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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迪文的 的建议 五颗星 五颗星 谢谢你 谢谢你 他就是说新闻议题 他的标题写新闻议题 也要有音乐跟其他的 那他是 他的意思 我猜啦 他的意思是说 听众 因为听众 一直都知道我们的新闻观点是什么 可是他不了解我们 就不认识 不认识 蒙蒙 作为一个 人的存在 人 他的 身高体重 喜好 对 然后他的意思是说 如果不了解我们 就无法让我们欣赏 就是无法让听众欣赏我们的热情 其实我觉得 我还 有一些地方还蛮认同他的想法啦 就是说 你可能因为 藉由认识的这个人 而更了解 为什么他 喜欢这件事 我今年33岁 摩羯座 欧行 没有 我跟你讲 其实 其实蒙蒙就是 他就是喜欢政治 除了政治议题 我想知道你们喜欢什么 就政治议题 怎么办 他这样就知道你是一个 政治宅 很flat的人怎么办 很flat 我这个很立体好不好 我谈这次谈得很立体 怎么这样子说 可恶 很多面向的 还有什么O型 摩羯座 对不对 也更有形象的 对 然后音乐其他的 其实讲这音乐其他的 还蛮有趣的 我不知道你的意思是说 想要知道我们喜欢 什么样类型的音乐 还是 你们想要听 跟政治相关的音乐 没有因为我只是觉得 他是不是想要脱离政治 我们就说 没有跟政治相关的音乐 因为我觉得他给我一个灵感 就是说 我们可以做一集 就是例如说台湾民主进程上面 应该会有一些有影响力的音乐诞生 然后我们就可能讲一个小故事 然后就播一小段 他要付版权费 哦 对 抖内我们就付版权费 还是我们找一个 找一个走音的人来唱 然后他就抓 系统那种AI就抓不到 因为走音 但我觉得好像可以 做一集这种感觉 好像听起来这样也没有意思的 就是说可能是线上音乐会 然后你就是边听音乐会 不是那种live band 都会有那种音乐会 然后讲讲小故事 然后就是一个什么 然后中间会有穿插 有去闲聊 对对对对对 对那我们听到这首歌的时候 其实当时是如何如何 这样这样 对我觉得这个留言 有给我这个idea 哦 那我也介绍一下我个人 哦 27岁 双子座A型 真的吗 真的吗 对啊 真的啊 哦 你好你好 对 这样有 这样有比较立体吗 有没有解决到 Steven 谢的问题 希望 如果没有的话 再继续留言 你可以继续留言 解释一下 对跟我们说明一下 这样子有没有满 那个达到你的想象 对 不过其实因为我们当初 做这个卧槽描论 其实本来也没有 就想要着重太多 在个人上面 对啊 因为我们希望大家关注更多是 因为卧槽是一个 非常 大概20个 十来个 就是工作者手组成的 一个团队 那我们两个只是 刚好就是比较高耶 然后可以出来 可是我们并不能代表他们 每个礼拜 你看到都是说 萌萌跟范 你们确定每一集的萌萌跟范 都同一个人 会不会他只是个代称 总之就是 也希望大家就是 可能关注更多 在卧槽本身身上 对 对 不要把教练放我们身上 对啊 他害羞 对啊 卧槽 阿槽 阿槽什么星座 方向想一下 11月 卧槽诞生是11月10 算11月10几号 这样是什么座 天蝎吧 天蝎座 天蝎座 阿槽是天蝎座 身高 身高 90 我想象 差不多应该90公分 然后可能偏胖 所以应该 我们还是还没想清楚 想一下 想一下 星座的 血型呢 血型 他有 AB型吗 我不知道乱讲 我们思考一下 好 谢谢 谢谢你的建议 然后另外就是 另外有一位很可爱 他是私讯我们的 watch out.podcast的IG 然后他就是 有给我们一些 也是蛮私直的建议 他第一点是希望我们 做一些数据分析 然后再 不是只是 新闻报道里面有的内容 然后要邀请一些 专家来谈 然后这一点 可以直接先回应一下 其实我们有时候 还是会有做数据分析的 其实是看议题 对 因为像最近 最近真的来足真的太多 比如说丢内障 我们分享 他其实丢了这个内障的 那个几斤 这大概半斤的猪心 哈哈 也丢了什么 什么脊梁的猪肝 就有点难做 就是没有办法 每一篇报道 真的都是有数据分析 可以做 数据分析用 我们想要 因为我们之前 会做一些 infographic那种图标 嗯 那数据分析 要怎么用podcast 让大家听得没有feu 我们好像在十几集之前 还很认真的 做了图标 然后 对 很认真用讲的方式 但是我觉得反应 好像也还好 因为好满 不过这是一个考验 如何用podcast 让大家好好的去听 就那个数据感 先中就可以画出那种 趋势的感觉 嗯 因为毕竟 数据分析类的主题 还是以视觉上为 比较多啦 有啦 还是有 有些节目会做成 比较聊天的感觉 就是聊数字吧 就是好 我们可以参考 谢谢你 谢谢你 然后关于专家采访 其实我们有时候 有feature一些专家 对啊 像之前我记得 那个 那个台湾 我们有请那个 至线 至线基金会 至线基金会的专家 对 来跟我们聊 至线的议题 对 就是 大家可以回去看 我们其实每一集都 第几集 啊 忘记了 哈哈 反正有一些feature 就是也可以 有兴趣的话 就是我们之前 聊那个国会 有关的议题嘛 也找到了 那个公民监督 国会联盟的 副指引长 对对对 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都会有 然后我们自己 其实也有 独立做 专门 有邀请 专家 这个 这个啊 我先 我先讲第二个回应 第二个回应他是说 希望可以采访 228或是 白色恐怖生还者家人 然后听听他们 对于专心正义的 看法 这个部分 我们好像还没有做过 或许可以列入 我们第二季的 考虑范围 可以试试看 然后第三个是 邀请不同立场 立委的支持者来交流 然后我们是 目前有在做 另一个单元 就是叫做 尬聊委员会 对 然后我们是找 政治人物 对立委 是立委 议员 议员 对 来聊一些这个 政治内幕八卦 所以其实大家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收 也可以到 那我觉得这种节目 其实有时候就是 声量问题 你就是 因为我们现在就自己做 然后 可能声量也是 比较有限 所以 人也不是这么好找的 大家很忙啊 可恶可恶 但是如果你声量够大的话 他就是再忙也要来 这样 对啊 或是我觉得 所以一般这样子 你们大家可以跟我们讲 你们想要听哪样 哪一个政治人物来我们的节目分享 比如不管是各种议题 你们最想要看到哪 听到哪个政治人物来我们的卧槽Podcast 卧槽妙政治的 嗯 可以敲碗 对 可以敲碗 帮我们敲一敲 对 这是回应一下 就是 这 这 这两上周 收到一些意见 但我们希望大家 最后一句 你没有念 啊 最后一句 他说 谢谢你们 很喜欢听卧槽Podcast 哦 谢谢谢谢谢谢 我现在也是在想说 到底有没有人在听啊 有有 有吗 我还不会跟你讲 这个留言 是我自己 就我觉得 如果你们真的 也很喜欢我们的话 真的也是要讲出来 让我们知道 不然 没错 没错 就是Podcast 这种东西 真的是很像在空空气讲话 对 没关系 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是在为历史留下记录 对 我们在为历史留下记录 对 我们做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然后希望你们能feedback 让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希望你们跟我们一起参与 就是在这个 路程上面 有你们一起这样子 让大家觉得 哎 我们不寂寞 然后我们今天 好了 我可以应该可以分享一下 书的连结吧 哦 是个书的这个相关连结 请点这个资讯栏下面 啊 台湾之春 对 对 点点点 哎 我觉得新 他其实有在版啦 我觉得新版封面很漂亮 对 对 所以我们放新版的连结 就推荐那 如果想收集的话 三本一起买好了 对 三本的话旧的 旧的 旧的 它有三册 新的话是分开出 但是也都很漂亮 就是如果你想要完整了解台湾 这样历史脉络的话 我建议你三本都买起来 对 但是 最新版的只出了两集 还有一集还没出 OKOK 对 我还可以先买起来 我看这一集反应啊 如果好了 我把其他两集也做一做 好 然后最后就是谢谢大家 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然后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话 记得订阅我们的脸书 IG 还有我们的YouTube频道 开启小铃铛 然后最后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呢 一定要定期定格 支持沃草做更多更好的内容哦 那我们下礼拜再见啦 拜拜 拜拜 拜拜